好 我们给大家 让动手写一个程序 大家自己试一试 我们就写 写这个程序吧 我看看啊 写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比较好 就比如说 我输入一个输入一个数字 数代表从凌晨 我们到凌晨了 然后凌晨零点 然后过去的分钟数 对吧 然后并计算出啊 当前的时间 对吧 并计算出当前的时间 这是相当于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输入了150 对吧 150 对吧 这过了150分钟了 150分钟是几个小时呢 2.5个小时 对吧 2.5个小时 那就是两点半了 对吧 就是这个样子 啊 input怎么写 我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写这些东西啊 肯定都先要有一个 想法 对吧 都先要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怎么算这些事情 对吧 比如说我们说 input 我们可以这么写 过了多少分钟 对吧 对吧 然后刚才由于我那个input的最开始 我们是要转换成一个int 这样的话是什么 past mien 对吧 past mien 这样的话我就拿到了一个什么 啊 过了多少分钟的这么一个 一个变量 对吧 然后基于这个去做运算 对吧 然后打印出来是什么 我给大家 点提示吧 那么现在 是 对吧 dours 加上冒号 对吧 还有past min 对不对 啊 我hours 本来叫算一个ours 对吧 啊 或者你愿意用pastminutes 用分钟剩余多少时间 对不对 啊 我们期望的是 能打印输入150 输入150 对吧 能打印出来2点3 2点半 对不对 啊 啊 期望的是 变成2点半 啊 怎么样 怎么去算 对吧 我就 稍微带大家 想想 我们肯定计算的时候 我们是输入了分钟 我们算成小时 对吧 我们刚才算了 啊 输入比如说输入150分钟 那除以60 就是变成小时了 对不对 啊 那我们就把它 这个suppose就是我们的小时数 对不对 啊 然后呢 我们如果150啊 除以60对吧 我如果说 如果说取个余数呢 这样是什么样子 2.5 啊 不太对 对吧 那怎么改 取整数对吧 好 对不对 其实就可以算出来 其实我不用任何的代码逻辑 我纯用数学 我可以算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对不对 看着这个是对的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到 这个就是我们 需要去想的一个问题了 啊 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没有其他限制条件 我如果 啊 我们知道 一天有多少个 啊 分钟吗 一天有多少个分钟吗 对吧 1440 对吧 我如果是 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就不认识了 这是什么玩意儿 24点 那我再多呢 240点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就是可能我们最开始没想到的一个一场 超过 输入的时间超过了 一整天 对吧 小时0到23 分钟 6到59 超过了一整天 对不对 所以 这个东西我们就得 去看看 第一个算法可能就会有问题了 我们就得想到 看看有没有赶进的地方 对吧 钱都没有什么问题 钱都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有想法 我们是不是还得加一个什么 日期的吧 对 对不对 可能是基于时间去算的 基于这个算的 我们还没有学 我还没有教大家其他的语法呢 对不对 天 那吧 这可以不可以 好像不太对 过去的一天 我到底过去多少个小时 这么去算 对吧 10天 对吧 10天能两分钟 所以大家会看到余数是怎么去用的 然后我们纯用数学去做了一个 其实可以不用 可以用逻辑去写一个 也是很简单的 也是很简单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例子 会告诉大家什么呢 我们可能有时候最开始想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东西 我们 但是你会发现 就算计算一个这种小的事情 它其实的条件会比你想 有时候会比你想象的复杂 会比你想象的复杂 甚至更复杂 甚至更复杂 它会有各种各样复杂的条件 所以可能是我们 其实也不是说复杂 就是有些东西的我们没有想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呢 可能要设计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设计怎么去评估 评估这个代码是否正确 对吧 要评估这个代码是否正确 然后比如说我们会选择 就像这道题 我们会选择输入150分钟 对吧 然后我们知道一天是过了这个 那我们就输入一个比它还大的 对吧 然后甚至一个特别大的 对吧 然后去看一下 我这个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一切的这一切都不是说 我这个代码不会写 对吧 如果说我这几个算法算式想不到 那我就基本上也不会写了 那代码的话 也只能帮助你 把你脑子里头的这个想法转换成 什么 转换成计算机可以认识的语言 就是这个样子 好 我们简单说 再看一个东西 再看一个例子 这个吧 写用Python写这个公式 我不知道这个应该还 有 我看都讲过吧 都讲过 对吧 R除以100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如果你要看得清楚 你再搞一个 其实无所谓 10 如果R等于1 如果N等于10 对吧 其实你就会看到 你可以用它做一些什么 进一步的计算 对吧 这个也是一样 大家回去练一下 如果不知道 那个在哪 对不对 可以去看一样 这头有所有的 Math 可以有所有的Math 去做计算 对吧 所有的计算的包的函数 好 我们有的同学 我看一下 有的同学去问了 我可以不用 不用我这个算法去算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了 当然可以了 没什么 没有任何问题 我只是为了大家 看得清楚一些 对吧 只要你表达的算法是对的 这就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你可以把我这个简化嘛 这个无所谓 对吧 还有其他的方式 其实其他的方式 也能算出来 对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